大街上 外送員突然對顧客怒甩餐點 下一秒對方也理智斷線 氣得動手推擠 兩人誰也不讓誰 外送員甚至一度被打到派對 但他站起來繼續纏鬥 兩人當街爆打火 上演外送員與顧客 馬路大亂鬥 警方到場 雙方怒火還在燒 店餐送餐爆衝突 怎麼回事 當時一次 誠信顧客填錯地址 外送員找了半小時都找不到 雙方一個等不到餐 一個送不到餐 越來越不耐 現在電話中起口叫 見面後再爆激烈爭執 外送員怒甩餐點後 顧客也出手還擊 扭打在地 誠信顧客的兩名友人聽到呼喊 也加入戰局 演變成三打一 圍毆外送員 一個手上的拿武器 三個人就打我一個 一個刀傷在左側胸 就差一點就到肺部 肺出血 血胸 莫名其妙 我是一個被害者 我還要去拘留所 外送員怒氣 破表質疑警察吃案 但警方表示 第一時間就將雙方都帶回警局 也通知顧客的兩名友人 照案說明 現場是一個護毆的情形 雙方皆有受傷 都提出傷害告訴 周姓外送員現場表示 不需要就醫 你有受傷嗎 那你要不要送醫這樣子啊 不用了 你自己算了 外送員顧客大亂鬥 警方將涉案四人全一 妨害秩序傷害最嫌寒送 誰對誰錯 上法院說清楚 記者曾經黃玉蘭新北市報導 底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